各位家長,各位同學,這個短講主要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運用電子學習的模式,支援學生在家裡學習一些時事的議題 我是歐sir,稍後還有一個部份是何老師會負責的 會講一講怎樣用手機或者apps去學習一些時事的議題 我的分享裡面主要是介紹一些網上的平台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中國文化研究院的虛擬學習的旅程 另外一個就是公式達人一個網上挑戰的計劃 首先要介紹一下這個中國文化的研究院 裡面有很多相關於中國的一些資料或者片段 比如有歷史或者是近代中國的歷史 裡面有一些例如說述近代的中國或者是燦爛了中國文明 裡面也有很多中國文化的議題 我們等一下要講的就是相關於中國國民的一個叫做生活展覽館 裡面就有分很多的展規 其中有一個小的部分 這個就是生活展覽館的一圖 我們會實際去操作去看一看網頁的 裡面有很多關於現代中國的一些議題 大家都可以去學習一下 這個叫做虛擬的展覽館裡面 有一些叫做VR全景圖的考察 這個VR全景圖的考察 主要是希望同學就用好像生日奇景一樣 去到這些行程去到落地的城市或者是農村 去看一下那個環境和那個蓋房的 有很多條行程 我們等一下就嘗試去看一看 一個叫做上海市的家庭區 裡面就模擬一個上海的居民 從地鐵車站到家裡的路線 沿途經過的購物商場 食市 超級市場 住宅小區 從這裡就透過全景圖的觀察 理解內地的城市居民的生活的環境 當然如果我所知道就是會支援一些VR的眼鏡 這些就是它裡面的圖的內容 它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現在疫情底下 我們可能未必參觀到一些博物館 或者是內地去到家旅圈 但是這些就可以叫做模仿到 而且去到實質是一些參觀 而且去到一些很紋身的地方做參觀 裡面就有些問題 我一邊就看到那個 就是考問你對那個場景的認識 好了 那這個就是中國文化不夠遠的望業 那我們就再看過來了 這裡面有一個去做中國國民的生活的展覽館 它都支援手機或者平板電腦 再下來下面有一個叫VR全景圖的效冊 我們將會一間去看就是上海市的家庭區 來到這裡就會有一些全景圖 就是VR360的這些圖 裡面都有一些介紹的 譬如地鐵的標誌是怎樣 或者是地鐵的介紹有17條線 就是有些背景的知識都會告訴你 而且還會有一些不同的問題 譬如你同學思考一下 譬如這裡看到有些什麼是熟悉的內地品牌 我原來看到有喜茶、華為 去到一些內地的商場 有人看到有沒有一些海外的品牌 譬如麥當勞、Packendize 而且它去到商場裡面的食肆 它都有很多問題的 我們嘗試想看回 而且超市 超市去問回物價和香港比較是怎樣 或者是有沒有賣外國的產品 看到有 還有一些去到民居 這個可能在家學團都未必去得到的 譬如小區是怎樣的 有多少層 環境是怎樣的 或者是家裡邊 有沒有一些空間是怎樣的 跟我們香港的家是怎樣的 有沒有一些奢侈品 我原來有走的 而且有些網上的展覽館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支援這些VR眼鏡去見譬 這些疫情 我們未必四周到處去到 這些學習的旅程 其實都很值得大家去參觀一下 這個就是展覽館 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研究院 還有很多歷史的資訊片段 系列 例如歷史話說 還有很多題目可以給同學去參加 還有一個想介紹給大家的網上的平台 就是叫做網上學習360 裡面有很多的題目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科目的一些平台 就是可以有些計劃 可以給同學去參與 這個是中一、中三 然後還有中四 小四至小六都有 或者是裡面可以有很多的自學資源 可以給大家參加 可以給同學 或者是家長可以參考到學簡報 可以進去 要用到一個教學城的戶口登入 如果那個教學城的戶口有需要 可能是家長或者是同學 就問回學校去知道這個戶口 裡面這個挑戰計劃 有分初級或者是高級程度 它的好處就是什麼 它有些概念 先溫習了一些概念 跟著就再去玩遊戲 玩遊戲 就是要做一些比賽的話 其實先提了片段 看完片段 接著就回答問題 你見到 打的問題都是以選擇 或者是配對為主的 那我們就 都可以去看看 這個就是教學城裡面的 那個網上學習360的網頁 這個其實主要是 教學局就混了 因為現在疫情底下 回不到學 用很多的網頁 統整了各樣的網上資源 就是 而且用一些學習階段 或者學習的領域 來分類的 使得學生在平坡裡面 習慣了可以 用一種網上的自學模式 去參與一些學習 所以你看到 有分到不同的類別 就按著日子去更新的 比如中學 我現在想介紹的 就是中一至中三 裡面的通識達人 一個比賽計劃 你看到學習資源有很多 包括中文英文數學 初高中都有 或者小校園 計劃 好了 你進去 會先講解一個概念 然後就會有一個網上挑戰計劃 現在還在進行 可以開始 主要全部都是片段 旅法局預測今年的仿剛旅客 會較為增加1.9% 不過過夜客人的平均消費 就會下跌 旅法局就期望 大灣區規劃剛要 會帶來新的基金 我看到大部分的片段 或者是問題 都是跟時事相關的 剛剛我自己試了一次 這樣進去 因為事態的關係 你看到就是 我七十分 因為錯了一批 錯了一批 我聽的時候 聽了一批 我覺得那些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很多 按時去更新 同學都可以適時去參與 都對大家學習通識 或者是時事業很有幫助 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通識概念在裡面可以學到 接著那部分 就是等我同事 就是學書館老師 會介紹一些 電話的apps 怎樣去學 醫學生育的社會歌 或者是時事的語題 多謝各位家長 以及同學你們 分心 我們就能看到 騎士 一些零語